非常感谢大家听我这次的分享 这是我的题目 题目就是说在Q8S上构建时序数据库 去解决我们在车联网的大数据场景的一个痛点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介绍 我这边来自华尔云的数据库Lab 也是OpenGimli的联合的一个创始人 我这边的话我自己的背景的话 可能就是说在Low Circle领域 其实是做了挺多年的 早期的话可能是做MangoDB相关的内核开发 现在的话主要是在参与OpenGimli的一个个建 OpenGimli这个项目的话后面有介绍 就是说今年的话我们应该是7月份捐献给CNCF 现在应该是Sandworks杀香的一个项目 这今天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概念 大概其实就是讲当前车链网的一个行业的 当前的一个现状和挑战 还有就是说在OpenGimli上构建的话 我们的一些解决方案 还有就是介绍一下我们OpenGimli的一些的一个关键技术 大概是这么一个分配 然后这个是那个当前这个就是智能化 车的这个智能化越来越火 每年的话这个增长其实非常快 存储的时间的话 其实也是从一周 然后从一年 从一个月到六个月 从一年到几年 有可能永久存储 这个数据量是越来越大 挑战其实也越来越大 然后传统的话其实之前的话 可能就是说在车联网 就现在因为这个智能化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行业趋势 就是产生指标越来越多 可能一般原来的话 可能就是一百例指标 现在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的客户的话 就用的客户的话 其实他在这个车的这个场景的话 其实都是上千类的 上千类的这种宽表的这个数据 然后当前的话 可能我们在现状跑的一个 有些车席 其中一个最大的话 可能每秒写入这个数据量 已经超过10GB以上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之前的一个价格 之前的车企的一些价格 就是说从车辆 采集这个信息 然后通过卡不卡 通过网关卡不卡 然后往上传 一般的话其实最早的话 可能方案就是走HPS 然后在上面去做 做相关的一些计算 但其实它痛点 其实也很简单 之前的话 测锁的话可能就是提价一天 它可能才能做一些 一些分析 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面的话 就是说 后面对这个实时性 要求越来越高 然后它可能就是说 可能我们就是做成两种 就可能在线和离线 两种在线的话 就是说通过这个 实际数据库 做一些在线的一些点查 可能准 离线的话 可能还是继续做一个分析 然后它这个主要是分 其实分两个渠道 就在线和离线 其实而且当前的话 有一些数据库厂上 提出当前的这种解决方案 但它这两种系统 其实是一个完全分离的 第二说它这个实际数据库 在这个写入量非常大 非常大的场景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 其实是顶不住的 顶不住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点的话 就是说HBS的话 它这个压缩率 其实也不是很高 因为我们知道 它这个是一个 基于那个 基于数据块的一种压缩 但是它这个压缩力度 不是特别的一个细 对 然后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就刚刚讲了 我们的Open Jimmy的一个项目 我们今年成为 CNCF的一个 实际数据库的一个项目 我们只要专注的话 就是说 做这个数据存储 还有就是这个 海量数据的一个分析 我们支持的接口的话 可能就是 其实跟很多数据库有点像 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 为了更好的用这个 更好的这个拥抱生态 普罗米修书的接口 InfraDB的接口 以及那个Open Intellimator的一些协议 部署的话 我们也支持那个Arms X86 然后Windows Mac Lilix都支持 对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是怎么来的 再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 前面讲了 就是说我这边来自那个华云 就是说 在监控领域的话 其实在这个大厂的时候 它其实很多时候 它痛点就是在 来于公司内部 公司内部这个数量特别大 然后你怎么 你先把内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然后你基本上外部的 其实很多都能吃掉 所以我们可能这个项目之初的话 可能是在内部 解决内部的这个云的一些监控 把这个痛点解决完了之后呢 我们后面还要把 想把这个东西开源出来 开源出来的话 我们也是想拥抱变化 也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技术态度 希望能够引入更多的活力 把我们这个东西做得更好 然后这个是就是说 就是我们原来的一个 就是我们一个客户 对 他上了就是说 他用我们Open Jimmy之后的一个变化 就上面的话 就是他原来的一个架构 原来的一个架构 然后用了我们之后呢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统一的接入端的话 就变成我们Open Jimmy了 就我们解决性能其实非常非常强 并且我们还可以跟他的那个 大数据离线的那个生态 做一些联动 然后我们查询性能 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支撑了这个客户 就是说他可以快速地对一些指标 做一些异常检测 就大概是有这么一些架子 也就是说更快地写入 更快地一个查询 以及我们这个存储成本 也做了一些降低 但这个图没有完全体现 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是支持 其实也是很 就是一些比如说分级存储 这些能力进一步的 就是降低这个数据存储的成本 对 那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架构 一个架图 对 然后我们和那个KPS 其实也是一个深入的 一个融合的一个状态 当然前面我讲了 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专注 最早我们是专注于内部 所以内部的话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些 一些应用场景 所以我们在存储机制上的话 我们可能就支持 比如说云上的ULS 还有一些我们 环云内部的一个 那个纯酸分解架构 就是分布式存储系统的DFA 还有云上的OBS 如果是非常线下的话 也可以是基于HDFS 这些我们都可以支持 去构建我们的整个数据库的系统 所以我们在计算价格上 我们其实是一个纯算分离的一个价格 纯算分离的价格 这样的话其实在K8S上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有一个非常好体验 因为纯算分离的话 我存储的话 就是说其实存储 就我这个图上的那个 就我下面这个叫TS store 它其实是一个有状态的一个pod 那我上面的那个TS circle 它其实是一个无状态的一个pod 我们把计算作为一个就是分成存储和计算两个状态 然后我上面的S circle就可以非常弹性的一个 就是做扩缩容 然后我下面的S store 其实也可以做扩缩容 但是它没有 就是它没有 但是我们不建议它做那么快的弹 比如说一分钟来回弹几次 这种可能就不是特别建议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计算做的分级 对我们这个整个数据库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 对 然后右边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价格 就是说我们支持Open Telemetry App KL Inflow KL 以及我们后面计划支持一些 我们当前其实也支持一些 比如说PPL 还有我们后面可能也会支持一些 就是Aero Flight的那个Circle 我们内部的话可能就是说 我们内部的话就多种语言 我们如何去支持 就是去支持是吧 如果每个语言 我们都去搞一套计算引擎 其实不合理 如果每个语言都去调三方的计算引擎 其实也不合理 所以我们内部的话 其实做了一个通用的一个 就是通用的一个计算引擎 就是不同的语言 可能有不同的特别的算子 然后把它统一成一套计算引擎 来提高我们这个计算效率 大概是这样 中间的话我们也有一些什么 Domalizer 然后UDF Aggression Scan 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针对 但因为我们 因为我这个题目主要是讲的是车链网 但其实我们整个数据库的话 其实是面向这个可观知性领域 就是说在日志 日志 指标 其实都是支持的 都做了相关的一些特性 但这里就不是特别赘述 OK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说 其实回到刚才最早的 前面就是讲的一些 回到我们最初的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什么是这个时序 什么是时序 就是说我们时序的话 就是其实一个时间序列 就在我们时间序列 其实这里有一个举例 就是说Table Tag Field Time Step 就我们有什么东西定一个对象 以车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说 左边这个Tag 这个Tag的话 其实就是说 通过我们这个标签去唯一 标志我这一个车辆 这其实就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Tag 然后我这个车辆 可能有很多指标 然后这就是它对应的Field 我刚刚前面讲 就是说 当前的话 这个智能化非常 那个发达的时代的话 可能这个Field 至少我们当前的客户的话 可能就是3000列 3000列的指标 对 这里的话就和那个普罗 有一点不一样 就普罗的话 可能它还是一个偏单子模型的 我们的那个数据模型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多子模型 但我们多子模型 其实本质上也是支持这个单子模型的 OK 然后我们的搜索的话 其实主要还是用的是这个倒排索引 在时序 时序的话 主要还是用的是倒排索引 去索引对应的这个对象 把这个对象 比如说同一辆车的这个数据 把它存储在一起 这样的话 你查某一辆车 那就其实你可以达到一个精确的定位快 可以快速的去搜索这辆车的一个信息 OK 然后这一讲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可以达到 我们的集群 为什么可以达到支持这个 每秒就是十几个B 或者更多的一个性能 其实左边的话 其实是一个教育传统的技术 就是说我数据写入的时候 先写到Memortable里面 然后我同时为了我的可靠性 然后把数据也下盘到WL 当我真正的Memortable的数据下盘之后 我把WL再清掉 WL主要是为我保证这个数据可靠性 这样的话 我的整个性能也会非常高 这是一个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特别是在当前的车联网的场景 它这个乱序数据 乱序数据 其实是非常的普遍 什么叫乱序数据呢 其实就比如说 我当前写到写数据 写到8点 结果我后面又写了一个点 写到个7点 就时间倒退了 这样我们认为它是叫乱序数据 乱序数据 然后乱序数据这个东西 对数据库其实影响比较大 我们当前可能客户的话 可能它这个乱序数据 其实不定 大部分时候可能是10%左右 但它可能就是 偶尔有时候可能会跳到60%以上 这个其实就跟具体的 具体场景相关 针对于这个乱序数据 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因为乱序数据 因为我们刚刚讲 我们是时序数据库 就是你在搜索的时候 你一定会带这个time range 带这个时间范围去做相关的一个搜索 如果你存储的这个数据 它是一个无序的 那我就必须要把所有的数据 就要捞出来去做相关的搜索 那这个效率太低了 所以说我从原则上讲 我的存储的数据 我是需要它有一定的顺序的 我这样才能快速的去定位到 我想要的数据 把大部分的数据去给它过滤掉 这是一个原则 然后传统的技术 可能就是说 我会把这个数据 边写边排 如果我有很大的乱序数据 就会导致我这个数据 不停地做重排 重排 这样会导致我这个 洗油性的非常的差 然后我们的做法 其实 当然这个也不是特别新的方法 但我们做了一些改进 我们的做法就是说 其实我在MemberTable的时候 我把这个数据去给它分为 有序和乱序 然后因为我们的存储的 我们的这个用的是 我们用的是LSM3 它是做的分级的一个存储 它后端去做 不断地去做合并 做合并 我们最终的目标 可能就是说 把这个数据有序和乱序 把它合在一起 整体成为一个有序的数据 但是如果你过早的去把这个数据去做排序 去把有序和乱序合在一起的话 也大家会可能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叫 一个类似叫Delay Merge的 我们可能在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Level 去尝试去做这个Merge 但我们也不是一定要去做这个Merge 也不是一定的Merge 我们只是说我们在最终的时候 在这个数据转冷的时候 它一定是 它一定是那个 就是 一定是有序的 大概是 就是这么一个试度 去做这个事情 这样的话 就能保证我们在 就是大部分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保证 我们的写入性能非常的高 第二个是说 我们的查询性能 也不会特别的差 因为我去尽量的去合并这个数据 来保证我这个数据 就算不是全局的有序 我也是一个局部的有序 而如果我是达到一个局部的有序 我也可以通过我这个数据库的描述符 可以去帮我去把这个数据库 做一部分的一个过滤 这是一个技术点 第二个技术点是说 我们在写数据的时候 其实它本质上写两个东西 一个是写真正的这个数据 第二个是写这个数据 对应的这个索引 对应的索引 然后这写索引的话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讲究的一个东西 非常有讲究的东西 就是说 比如说我 比如说我新来了一辆车 我还把这个车去 就是这个 就是我刚刚讲了 就是我们的索引力度 其实是针对时间线 一个时间线 你就可以认为是对应的是一辆车 那我 就是说我这个车 我当前有没有这辆车 其实是需要做一个判断的 判断我当前这个索引里面 是否包含这一辆车 但是 但是我也不可能说把整个索引 因为我可能车辆会比较多 我们当前可能介入就是 三百万辆车 我也不可能把这个车 所有的索引信息 全量的开启在内存里面 那我怎么做呢 所以说我们去做了 一个较为复杂的一个逻辑 我们在内存里面去做了一个 有一个叫Global Index Catch Global Index Catch 因为我们判断了 就是说你整个车辆的信息 整体还是一个趋稳的东西 你不可能说今天我跑了五百万辆车 我明天就只有 一百万辆车在那跑了 这可能概率不高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叫 Global Index Catch的话 它整体是可以去判断 去Cache你这个车辆 是不是新增的 是不是新增的 这个车是不是新增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叫 Local Index Catch 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呢 这里其实涉及到 我们持续的一个 比较核心的一个概念 我们会就是说按照时间去切索引 比如说我五天切一个索引 或者是几天切一个索引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就比如说 因为在有些监控领域 比如说在容器的容器监控这个场景 你一个容器 一个容器可能存活的时间比较短 也可能有时候就可能几秒钟 几个小时你就消失了 如果我要做容器监控 那我这个索引其实就是我这个监控的这个时间线 它可能会不断生生 不断生生生 如果我全部把它存在一起 那我这个时间线可能 比如说我当时在当前在线的 可能就一百万个容器 那我的这个累积起来 可能就是上千亿上万亿更多的 对 所以说我们的索引 它是去做了这个 按照时间 我们这边叫Share Group 按Share Group 去做这个索引的七分 所以这里有一个对应设的 叫Local Index Catch 对 然后这就说 如果在Global Index Catch里面找不到 我就去Local Index Catch里去找一找 如果也找不到 那我可能就要去对应的这个索引文件去看一下 索引文件去看一下 但是其实文件的IO其实是非常高的 我们怎么去减小减小这个的开销呢 这里我们要引入了一个数据结构 叫做Bloom Filter Bloom关系 Bloom关系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就是它是一个假阳性的 假阳性的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它判断你在 那你有可能不在 判断你不在 那你一定不在 我们就根据这个特性去大幅的减少 我们去Index Fail去检查的这个开销 达成了我们一个写入索引一个超高的一个性能 OK 刚刚前面讲了我们的那个写入 这里我讲一下我们的那个查询 查询的话 这个其实可能是一个较为传统的一个 也不是较为传统 反正就是还行的一个价格 就是说我们一个查询进来了之后 通过TS Circle 然后就是我们 TS Circle就是我们的上层的这个计算的这个节点 它其实有一定的去替代我们传统的这个 Coordinator 做这个分发的这个功能 它去获取这个数据分布 从我的TS Meta里面去获取我的数据分布 获取了数据分布去 然后呢就去构建我这个分布式的这个查询计划 然后把这个查询计划下发到那个对应的这个 对应持有数据的这个TS Circle上面 然后去把数据查询出来 那如果可以做一些算子下推的 可能就在TS Circle这一层去把这个 计算给它做一部分 然后最后呢在TS Circle这一层去做一个汇聚 然后再返回 那中间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用了一些 比如说相量化计算啊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 预计核呀 这一系列的技术 去提升我的这个计算的一些效率 然后这里的话就讲了另一个点 就是查询就是第一就是我查询的这个框架 第二个其实查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一点 就是我查询的这个缓存 这个东西其实是对我这个数据库的这个系统 其实是非常至关重要了 本质上讲的是至关重要了 这右边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举例 比如说100个query下来之后 我在哪一层开启可能会命中多少 最终我到数据这一层的话 就是完全没命中的话 可能概率其实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概率 对 然后我们中间的话可能就是构建了一些 在coordinator这一层的话 我们就可能构建一些结果开启 中间结果开启 plan开启 schedule 就是标度的开启 还有一些中间的 这个也是中间结果开启 还有一些filt开启 还有index开启 amir data开启 就一系列的开启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开启很关键 但是开启有时候也有可能有复向作用 比如说我们有遇到一个场景 就是说有一个客户 他是一个他的数据量非常大 就是也是这样的场景 他数据量非常大 但他干个什么呢 他其实是想就把数据存下来 然后他再去做询检 再做询检 他把所有的车都给你查一遍 但是我们的数据库的内存是有限的 他每秒写十几个GB的数据 我把它全部开启住 其实没有意义 这个时候我可能对我的data开启 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因为我数据从原理上讲 我是永远不会命中的 永远不会命中的 对 所以说开启在一定层面上 它是非常好的 但是它也不是万能的 也不是万能的 OK 然后最后就讲我们的压缩 压缩的话 目前的话可能就是 左边的话其实讲我们的这个 第一个是说我们是一个多质模型 前面讲我们是一个多质模型 就是说由于时间线定位我这个数据 然后我再把这个对应时间线 比如说这个车辆的 就是不管是一千粒 还是多少粒的数据 把它聚集的存在了一起 这样的话 我的tag的那个东西 它其实就只存了一个series ID 这个存储的代价就非常小 第二个是说我们在存储的时候 我们会去根据这个数据的这个类型 以及数据的这个分布 去智能的去选择它对应 比较适合的这个压缩算法 为什么我们这么做呢 其实本质上讲 在我们的理解中 其实理论上 至少我们当前看到的是说 可能不会存在一个完美的压缩算法 可能就是说在不同的数据层面上 可能就是说它都有各自适合的压缩策略 并且的话 在其实还有这个不同的场景下 也会选择不同的压缩策略 就比如说我可能当前我是一个存储成本 敏感的一个业务 我可能就会 我更希望一个更高压缩率的 但如果我有可能是说 当前我CPU可能比较充裕的时候 我可能是需要一个更高的性能 这个可能是一些折衷 对 然后同时的话 我们也自研了一些压缩算法 补充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 最终达成效果 可能就是说压缩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对 然后最后呢 其实就是这里其实只放了一个 就是和那个InfaDB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反正就是很多的提示 很多提示 为什么其实原来也是放 对 这里就是这次参会还是有好几个 就是比如说 有几个其实相关的一些数据库 就可能我们就是放一个 在那个排名第一的对比下 就可能差不多了 以免造成一些分争 对 整体的话可能就差不多是这些 大家有问题可以提 对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车列网是我们的一个场景 我们可能我们自己的话 也会有些其他场景 对 也可以展开其他的来一起讨论 对 你说 你说哪个 其实这里讲的就是说一些 一些聚合计算啊 分位数计算啊 这样这样的一些算子 分析型计算 对 分析型的计算 就是主要是聚合计算 聚合分析 对 比如说你一些看板啊 你要分析什么 它的那个叉子啊 聚合子啊 分布啊 脂肪图分布啊 就是这一系列的东西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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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这样的 就是 首先 首先 开源的音发DB 它应该是个单机的 它应该 它应该不存在这个副本 第二个的话 我讲的是说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价格 嗯 就这个价格啊 我们早期在内部的话 可能是我们 因为底层啊 就刚刚讲了 就比如说OBS DFA啊 这种的话 IH-DF-S 它其实本身底层 纯属 它是支持多副本的啊 所以我们上层在计算层 其实是不考虑副本 当然我们在那个 最近我们可能会在社区 发1.3版本啊 会去支持这个计算副本 因为有些有些客户 他确实他又上不了云 他又没有他有那个 他就是个存现下的啊 那我们可能就是就是有这些社区的这些呼声嘛 所以我们在可能最近就也会推一个计算副本的一个特性啊 对 支撑这种线下的一些部署 对 有有有有 对哦 就就可以 就我们就支持的话 可能目前的话就是一个是冰嘎 还有一个是说 也可以限流 就是读写都可以 主要是写主要是写 我们现在应该是按照流量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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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发和流量 对 查询的话我们现在是有几层啊 就是说因为应发DB 它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就是时间线特别多的时候 它很容易OM 这其实也是这个实际数据库的一个其实通病啊 通病其实我们一般叫做高级微爆炸的问题啊 对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提供几个东西 就是说第一是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啊 我们尽量的用这个这个流式计算啊 流式计算减少我们这个内存的开销啊 第二点是说 第二点是说我们在索引扫描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配置就是说可以设置我最大扫描的这个时间线啊 对系统做一个保护啊 第三个的话我们是在那个内存里面做了一个控制啊 比如说我可以设置我这个啊 内存预值啊 到了那个预值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啊 第一第一个level的话我可能是会阻止新的查询进来啊 如果查询的话 第二个level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就会去杀top的查询啊 对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点的话就是说 呃 因为还有一个场景就是说在数据库的 因为我这个价格啊 这个价格就是他coordinator会去做这个数据的聚集 对吧 然后如果你说你一把要拉什么很多个G的数据啊 其实我们现在在特别是在这种啊 就是AI分析者的场景啊 就是因为他们那个 AI他采集 比如说网流啊 那些信息 他其实时间精度非常高 我们现在有客户可能他已经到这个 他他就是要采这个NS那秒级的这个数据啊 然后再拉回去做相关的这个分析啊 他他他他目标就是想要一把把数据拉回来是吧 对 然后我coordinator我要做数据聚集啊 如果你不用我们的那种chunk chunk就是chunk数据返回 就是一批一批的返回的话 那我数据就会聚集在我的creditator这一层 那我很容易就是我creditator这层的话就会那个OM 所以我们在这一层的话也做了相关的这个查询结果的内存保护 对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你要不走近点 我感觉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区的话目前可能会相对延后一点 因为社区的话我们还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可怕性高一点的版本 我们现在其实外部还是有很多 其实捐献CNC组我个人觉得还是给我们带来不小影响力的提升 内部的话其实和外部就最近几个月 疯狂的有人在调研啊什么 就很多很多都想用我们 对也有做精品的 对我们甚至还有发现就是说有那种 有些厂商啊 他可能就把我们服务化了 然后就把我们就是就是产品化了 然后人去给别人卖啊 也有这种对 对但是不是我们官方的合作的一些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社区的话目前我们当前在内部的话 其实已经或者是云上的话已经上线了 就是说我冷数据啊 他会那个转OBS 然后我数据还可以时时可查 而且而且我们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因为前面讲了我们这个数据 我是做这个分级抗拍性的 其实我数据最后整理之后 我这个数据第一个是我压缩率非常的高 第二个是说因为我数据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序的数据了 非常有序的数据了 我在在我数据即使放在OBS上 我的这个查询性能其实也还行 对也还行 但是说因为OBS它有些特点啊 就是说它的那个 IO还是IO实验还是比较大 这个这话可能确实不好搞 但我们也是通过一些那个catch 一些catch策略 并且还有一些OBS的那个并发IO 来对OBS这种场景的话做一些提速 对 还没有问题 其实是有的 只是我没有放出来 你说和TDNG都要的区别 我们可能技术路线有一些差异 对 对对 技术路线有一些差异 对 对 因为TDNG 对 我们可能 对 你可以去官网 我们可以去放那个东西 但是这种场合我们就不放了 对 从内核层面上的话 我们是全部开源的 对 因为我们社区其实也是放了这个集群版嘛 其实有很多开源的这个数据库 它其实是只放单机不会放集群的 对 对 没有 就是我们的内核核心是有的 是都是开源的 但是因为我内核要真正的 就是我整个系统要真正运行的话 其实有地方它是会依赖管控的 会依赖管控 比如说我怎么对接那个相关的账号啊 还有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 但我们社区其实也提供了那个Granfana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插件 我们也把我们的那个OpenGMI的那个插件 就是UI的那个插件 也上传到那个Granfana的官方的那个plug仓里面 其实也可以很方便的去 对我们也提供了那个我们的那个监控模板 监控模板就是你可以知道我这个数据库的一些运行状态 比如说写读写KPS啊 我的内存啊 或者更细节的 我们哪个内存当中是什么状态 其实都有 对 就是也有一个也能用的一个东西 对对 OK 那没有是不是就这样了 同志们 感谢感谢感谢大家的那个聆听 感谢感谢感谢观看